人在一生中,总会有一些与自己聊得来说到一起去的伙伴,但也有一些人无论如何相处都无法与得到对方内心,甚至见面就会有十足的火药味,容易爆发激烈的争吵和矛盾。 在十二生肖中,每个人所遇见的克星和贵人都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。 那么,鼠蛇三合和三冲鼠相是什么呢? 鼠蛇的三合鼠相,一,鼠牛人。鼠牛人和鼠蛇人之间存在着三合关系,二者在一起相处的会比较顺遂,个性上都属于内冷外热的类型。 鼠牛人表面上表现得随和温柔,而鼠蛇人表现冷静,二者的性格能有很好的互补作用。 鼠蛇人需要有温柔和安全感,鼠牛人能够给予对方足够的安全感, 鼠蛇人都会感到特别的满意与幸福,是令人羡慕的一对。 二、鼠鸡人。鼠蛇人和鼠鸡人为三合关系。 鼠蛇人和鼠鸡人都表现得有聪明的机制,有着出色的才华, 对于自己在感情上的目标表现得特别明确,会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良好感情。 从个性上来看,鼠蛇人表现低调内敛,鼠鸡人表现得张扬跋扈,虽然二者看上去没有相似的位置, 但是却能很好的弥补对方所存在的缺点,属于相互学习,相互包容的一对。 三、鼠猴人。鼠蛇人和鼠猴人为陆和关系,鼠蛇人做事果断,不会拖泥带水,会让他们在人群中表现特别有欲望。 鼠猴人虽然表现很贪玩,但是对鼠蛇人有着崇拜之情,并且做事有条有理,鼠蛇人能够找到鼠猴人合作,二者在一起。 鼠猴人能够拼尽全力地为鼠蛇人卖命,让鼠蛇人在成功的道路上很少地遇到挫折,很轻松地就能取得成功。 鼠蛇人泛冲的属相 一、鼠虎人。鼠蛇人与鼠虎人泛冲,鼠蛇人若想要在事业上更有成就,需要远离鼠虎人。 因为鼠虎人和鼠蛇人天生不和,鼠虎人天生有才干,但风头过盛, 只要有鼠虎人在的位置,就会让鼠蛇人的光芒被掩盖,才华难以被发现。 鼠蛇人需要花费更多的心思,才能压制住它们,在大部分时间都只能选择忍让,汇集大限制助鼠蛇人的发展。 所以说,若想要取得更好的发展,需要尽快地远离鼠虎人。 二、鼠蛇人。鼠蛇人和鼠蛇人相冲,二者之间的相处充满了诸多的矛盾和质疑,在刚开始相处会比较融洽,相处时间久了,就会感受到彼此深深的差异与不同。 鼠蛇人会安于现状,不喜欢拼搏,也不愿不想付出太多,鼠蛇人表现得很现实,知道为以后的生活拼搏打拼。 所以说,二者在思想观念上有很大的差异,都看不惯对方的工作和生活态度,在婚姻上体现得更为明显。 一个安于现状,一个追求上进,到了最后只能一个走得更远,一个依旧在原地踏步,谁都无法说服对方,也不愿意去改变自己,这样的婚姻结果注定会黯然分离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,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,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枯荣兴衰,生死循环,本就是自然的规则。 什么时候发展,什么时候衰落,什么时候消亡,都跟自然的发展规律有关。 什么时候诞生,什么时候死去,其实也不由人来决定。 读过《三国演义》的朋友都知道,万事不由人做主,一心难与命争衡,是第113回的主旨。 只说明了一个道理,有很多事都是不可改变的定数。 人有他的定数,家庭也有他的定数。 对于家庭来说,该兴盛的时候,没有人可以阻挡。 该衰落的时候,也没有人可以挽救。 可以说,这就是所谓的天意。 天要让人活着,人就死不掉。 而天要让人离开,哪怕是在有钱的大富豪,也不得不走。 原来,上天要收掉一个家庭,会在暗中给你这几个提示。 一,让穷人家庭穷不过三代。 古人有言,富不过三代,穷不过三代。 在以往,有钱人家到了第三代,基本就变穷了。 穷人家庭到了第三代,基本就富有了。 当然,这是一种说法。 在今时今日,富人家是否富不过三代,没有人知道。 但穷人家穷不过三代,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。 当然,这里的穷不过三代,是另外一个意思。 一个家庭,没有钱,也没有房子,更没有基业,那儿子拿什么来娶妻生子呢? 娶不起老婆的男人,成为了光棍,没有后代,岂不是穷不过三代了吗? 大自然的规则,那是很残酷的。 你有本事,有能力,有钱财,那强大的你就有了延续基因的机会。 反之,连机会都不会有。 就跟丛林当中的野兽一样,强者配偶无数,弱者在孤独中死去,让人既唏嘘又无奈。 二,让富人家庭狂妄到了极致。 一般来说,只要富贵家庭谨言慎行,保守做人,不让仇人抓到把柄,基本就能长长久久,世代安稳了。 只不过,越是有钱人家的富二代,越是做不到谨言慎行,也越是做不到保守,反而娇奢蛮横,狂妄至极,目中无人,不可一世。 人,因为有钱而狂妄,同样也会因为狂妄而衰亡。 家庭,因为资产丰厚而傲慢,同样也会因为过度傲慢而走向终点。 东汉末年的杨彪,位列三公,乃是首屈一指的朝堂大臣。 后来,由于曹操把持了朝廷,所以杨彪谨言慎行,啥都不敢干涉,最后病死了,杨家也没落了。 而杨彪有一个儿子,就是到处积累真相的杨修,太过于锋芒毕露,就被曹操杀掉了,死在了杨彪前面,让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。 无论在什么时候,富人太过于狂妄,也是至死之道。 所谓天狂必有雨,人狂必有祸,就是这个道理。 三,让家庭透支气韵,提前完蛋。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,所有的透支都以埋葬未来为代价。 当下,你透支了未来的钱财,那你未来所要偿还的本息就会越来越多。 说句不好听的话,等你这一代走了,到了子女那一代,也要承担起偿还贷款的责任。 以往的家庭有传家宝,如今的家庭有传家贷,还真的是讽刺。 而这些透支未来钱的家庭,只要中途还不起债款,基本就离破败不远了。 很多人都认为,家庭就是无坚不摧的。 事实上,是一不一个脚印的家庭,无坚不摧。 那些透支未来钱,透支未来运势的家庭,基本都特别脆弱。 试想,子孙后代一出生,就负债几百万了,或者一家三代人都成为了债务下的奴隶,那真的还有前途吗? 有一个很残酷的现实,只要一失业,一家老小全部完蛋。 为了家庭的未来着想,为了家庭的长远考虑,尽量别花未来钱,也不要透支未来的气韵。 有些透支,是你还不起的。 四,让家庭遭遇恨祸,一夜回到解放前。 所谓乌漏偏逢连夜雨,传破又欲打头风。 有这么一个案例。 一户家庭,月宫接近一万,没想到丈夫失业了,父母两人同时生病了,全家立马陷入到困境当中。 等筹集,够了父母的医药费,而坚持熬夜加班的丈夫也倒下了。 一家五口人,有三个人都生病了,就只有妻子和儿子还健康。 要一个女人来承担整个家庭的重任,那是做不到的。 这样的家庭,就只有一个结果,走向衰落和终点。 没办法,上天也度不尽视人。 还有一个案例,说的是一个丧偶女人,在丈夫去世后,辛劳地养着两个孩子。 没想到这个女人遭遇车祸去世了,两个孩子也无父无母了。 所谓麻绳专挑戏处断,厄运专找苦命人就是这个道理。 该来的恨祸躲不了,而躲得掉的恨祸都是虚惊一场。 一切都是冥冥中的天意。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。 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